我的人 我的你将是 哥 今天的火锅不好吃 过两天我带你去吃一家别的 我同事吞强给我的 特别好吃 特别辣 但是还不容易上火 怎么啦 你今天很反常 哪儿反常 你对邱佳妮有敌意 而且你好不严慎 你想干什么 那你还带她来 她知道你是我妹妹 她又是我女朋友 如果我再和她像以前那样树立 你觉得合理吗 我不喜欢她 我没有让你喜欢她 但是你的敌意会引起她的怀疑 你是怕引起她的怀疑 还是怕影响你们的感情 我说过 我跟邱佳妮的感情是为了获取信任 你跟她说话的时候 你跟她说话的时候 这么多年了 我一直像一只灰老鼠一样活着 我没有亲人 没有朋友 我不想再这样活着 但是我没有办法 如果我不听扎叔的话 我阿嬷就会没命 哥 我 我不知道 好了 你什么都别说了 扎叔让你来监视 我是为了尽快完成任务 所以你不要再做破坏任务的事了 好吗 我真的没有把你和他的事告诉扎叔 我就是害怕失去你 失去我 你说我从小到大 唯一可以依依靠 唯一可以依依的人 我就害怕任务结束 你不要我了 我也不知道该做我办 沙无恋 你是我妹妹 永远都是 真的吗 真的吗 今天不上班 今天听你有扣 立马小板就过来了 换衣服去吧 等一会儿 咱们今天换一种方式 我要给你公平的打一招 你又想穿什么花样 故意逃打 然后找老板告状 不是啊 上次就是 想让你做我的专职培练 其实也没有想告状 你到底想干什么 公平的打一招 我让你看看我的事 怎么样 我最近可是拼了闷子的 你以为那是方法教管用 疼疼疼疼 疼疼疼 别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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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说 坚持十秒就算平均 我坚持了十二秒 何苦呢 这只是一场普通的比试 我不想让 我喜欢的女孩瞧不起我 我都拿着 我还没想让我 你能令 Esse骋装 我都给你男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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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我 我都给你男孩 你不是我 我都给你男孩 raf子 我都给你男孩 其实内心真的很善良 我长这么大 你是第一个快我善良 你都不知道公司其他人 对我是什么样子的 他们都戴着有色眼镜抗服 老板那么欺负我 压榨我 他就会把我当人看 但是你不也要莫连 你就为了我如何去反抗 如果不是你 我现在可能都不知道 自尊心是什么样子的 所以莫连你对我真的很特别 我 你认明 如果你愿意的话 还是把我当妹妹吧 拒绝别人最好的方式 就是人情一些 你是我妹妹 永远都是你 所以我们不可能是吗 我问你 一个男人爱一个女人的方式是什么 就像我一样 我每天脑袋里面想的都是你 起床想的也是你 我想看见你笑 想跟你一起训练 想跟你一起打拳 我脑袋第一件事 就是想跟你在一起 莫连 我是不是做得不够明显啊 我是不是做得不够明显啊 所以我 也许都被骗了吗 你说什么 莫连 别站着我 我兄弟们 你不能睡却 你不睡了吗 专业申请 上线机敏 走开 天一 稍后 不Ы 你怎样 你怎么又在吃 姐 我最近减肥的 是卧龙坚果蛋汤 你好好地减什么肥啊 我师父想我胖 现在到了我 还挺听你师父的话的吗现在 怎么 你喜欢她 怎么可能啊 我怎么可能不喜欢她啊 姐 你刚才发什么歹的 没什么 我问你 周晓珊的妹妹你很熟吗 好熟 她现在是我教练 她人怎么样 我觉得她人挺好的 反正跟我挺合得来的 外冷内热型的 她是周晓珊的妹妹 也应该生活在国外 她怎么会来这呢 这个问题我问过她 她说国内机会多 顺便过来找我生计 你都不知道 她适应能力特别强 她不按工作找到了 连男朋友都找到了 她跟你说的 我们现在可是闺女 她什么都告诉我 莫莉 你找我有什么事啊 你不会是生病了吧 没有 我就是想问一下你 你姐的实验室最近忙吗 因为我哥最近没空搭理我 我还怕他有事瞒着我 你知道这好我也没有什么认识的人 只能问你吗 我姐他们实验室好像在申请专利 我想他们应该在忙这个吧 申请专利 我姐昨天就在捣鼓这个 神神秘密 那你知道他们什么时候申请专利吗 这我不知道 怎么了 你有什么事啊 我就随口一问 那既然我哥忙我就先不去找他了 等他忙完再说 我好像听我姐说了一句 说他们下周一好像要去提交那个专利的材料 应该下周他们就忙完了吧 你怎么办 怎么了 看到一个花心男 那个以前是你哥的情地 我师父 旁边那个 好像是他的新目标 你为什么这么生气啊 你不觉得男人变得很夸吗 那时候追我姐 什么好言无耻的话都说了 现在还没到两个月 就一清别恋了 你姐不是不喜欢他吗 现在他有新的目标 你这么生气 好像他辜负的是你一样 你瞎说什么啊 我怎么会看上他这么老的 你可以陪我看到一个子 我保抵好 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人 � flor叔案子 家里啊 这位已经请便麻烦你走一趟 广州那边临时有市 我跟孙蕾 donne也要过去 好 放心吧 怎么 实验出现问题了 没有啊 我看你王老 孙老师 最近一直秘密地开小会 是不是实验出现了什么问题 我们在讨论下周一要递较专利的事情 这么说原计划的核心配方已经完成了 经过调试增加了缓释辅助因子 证明对癌症数有效 很奇怪的感觉 怎么了 我参与了整个过程 结果到最后配方出来了 我连具体的成分是什么都不知道 赵好山 如果说你知道配方 而有人愿意出高价购买的话 你愿意卖吗 怎么 有人要利用你 王老跟我说 曾经有一家跨国医药集团 跟我们接洽过 想要参与到项目的研发中 并且条件非常地优温 这也是我觉得奇怪的地方 虽然说Original Life 已经是国内数一数二的医药企业 可是和那些国际医药巨头相比 不管是在科研环境还是资金力度上 还是有差距的 王老为什么要拒绝和那些国际医药巨头合作呢 很简单 这是一家中子企业 科学无国际 跟我最开始的想法是一样的 怎么说 我也问过王老 科学无国际 为什么一定要执着于原计划的 中国制造的身份呢 王老跟我说 科学无国际 但是科学家是有国际的 当我们的国家能为自己的科学家 提供更好的平台和资源 让他们看到更好的前景 他们才愿意回到自己的祖国 才能够把毕生的心血流给祖国 而不是在一国他乡的实验室里做二的工 甚至做出一些令人不耻的行为 所以您才坚持一定要将原计划 打上中国制造的烙印 没错 一个原计划 能让中国的科研力量登上世界的模台 我们的科研人员走到世界各地 都有了地气 我明白 作为一名科研人员 如果做项目只想着自己 那仅仅只能证明自己的能力 那在我之后 将会有第二个第三个邱嘉宁 遭受到我曾经遭受过的去 说得没错 所以既然是中国的项目 那一定要让这片土地上的人先受益 嘉宁啊 你能有这样的觉悟 我感到很欣慰 这么说 王老师要把原计划打上中国制造的烙印 没错 话说回来 邱老师你还没有回答我关台的问题 真的有人要利用你了 没有什么条件会让我心动 因为没有什么 会让我出卖我的人格 你好 你呢 我和邱老师一样 我会和你一起守护原计划的 暂时没有申请专利的计划 这很奇怪啊 王岐天可能是想扩大专利保护的范围 小山 时间非常紧迫呀 我明白诈说了 那你们的文太帅是想扩大专利牌用 Pump 是想扩大专利的下国材 但是等于温柔和安可 不然我们遗免你嘅 你还没有打算吗 他骗了我 莫莉 听着你 下周一必须动手 好好查书 我按照你说的去做 你是我妹妹 永远都是 拒绝别人最好的方式 就是人情心吧 哥 所以我们永远都没可能了是吗 如果没有求家你们 我们就不会变成这样 你怎么来了 喂 家宁姐 我哥生病了 你能不能来一趟 赵晓珊病了 他没跟我说啊 他现在昏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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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干什么 我叫不醒他 你快来 好好把这儿回事 你想干什么 邱家宁在去申请专利的路上 他肯定会带着配方来 你 你为什么骗扎叔 我自有我的打算 不管怎么样 扎叔现在不相信你了 咱们俩得好好配合 把任务完成了 这样扎叔还能原谅你 Salt口 莫莉 你想干什么 这杯水 一会儿让邱家宁喝点 两分钟之后 药就会起哨 他会昏迷 我们俩拿着配方 赵能源总高飞 疯了 给我 给我 我不给我 拿给我 我不给 赵好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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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晓晓 张晓晓 没有老实的 怎么了 我没事 没事吗 没事 没事 江晴姐你来啦 快进来吧 江晴 先喝高水 没事 你真的没事吗 没事 就刚刚 刚刚我睡得太死了 茉莉打电话没找到我 以为我出事了 才给你打电话 好 十九 行 快去工作吧 詹靖姐 實在不好意思 讓你白跑了一趟 先喝口水吧 這個水涼了 我去給你換杯熱呢 不用了 我還有事呢 我先走了 路上是越安全了 你也可以走了 瘋了 我說過 我自己另有打算 你不想讓邱佳寧恨你 對不對 如果現在動手 你就是唯一的嫌疑人 你不想讓邱佳寧恨你 更不想讓她知道 你的正式身份 為什麼 哥 你愛上她了對不對 是 我是愛上她了 我也不想她 但是我沒有辦法 你要去哪兒 殺了她 你瘋了嗎你 哥你變了 以前你從來不會失手的 你現在快在這個女人手裡了 我是一個人 我不是機器 我控制不了自己的感情 我不喜歡你喜歡別人 你不能喜歡別人 茉莉 你的心思我知道 我也知道知道 可是我們沒有可能 因為你是我妹妹 我不當你妹妹 我不當你妹妹了 在我心中你就是我妹妹 我不 她等約給我來的那一刻 為什麼是她 永遠都只有她一個人 沒有什麼先後 你現在就算是殺了我 我也會這麼說 茉莉 我現在都控制不了 讓我自己不去愛她 我怎麼勉強自己愛上你 你聽好了 我永遠都是你哥哥 永遠都是 好了 就二年的事情 你別再掐住了 茉莉 茉莉 你是貼了心要跟她在一起啊 我愛她 那你阿媽呢 你有沒有想過 茉莉會怎麼對付你 任務完成之前 茉莉不會對我阿媽同事 你瘋了 我沒瘋 我清醒地喊 你應該茉莉答應過我 只要完成現在這一代 我和她之間 再也沒有任何關係 我會想要去 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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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啊 莫莉老师已经三天没来上班了 三天 她干啥还笑啊 我们也不知道呀 给她打了好多电话都没接 我离开你的世界 就一生在你眼里 视而不见 描无音讯的缱绝 可你 承诺还模糊在耳边 崩溃在我左肩 吻着我阻止说再见 我给的爱爱到沸腾 抹去掩埋 别猜 就为你存在 别做黑暗了我回来 要还我信赖 我的爱 会为你而尝尽 等我回来 别松手 别分开 你怎么不接电话呀 公司都说你三天不上班了 到底发生什么事啊 你才能生病 生病了 对不起 我也是着急 我带你去看看吧 不用了 找我有事 你别走啊 你就把我当成一个普通朋友 作为朋友 我关心你也是正常的 吃吧 我不饿 饼刚好 必须要吃一点 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因为你对我好啊 所以我就对你好 我对你好 我对他这么恶劣 他却喜欢我 我对小山哥哥这么掏心掏肺 他却喜欢邱佳宁 接一包 喂 王总 对我请假了 现在 真的不行 开除我就开除我吧 我受够你了 你今天是不是一天没上班 就为了找我 快吃吧 要不 一会儿放都凉了 李月明 我不知道你对我这么好 你根本就不了解我 我是个坏人 你 你知道吗 在公司的时候 不管是公司里的人 还是客户 他们呢 人前一趟 背后一趟 都戴上了美善的面具 莫莉你不一样 你跟他们真的不一样 你知道你 你每次跟我说的话 都是真心实意的 你不是坏人 你是一个好人 老板那样子对我 就应该对他不客气 这是你教我的 莫莉 对不起 我有点失口 我以后再也不会这样子了 在我没追到你之前 我根本不会再碰你了 好吗 对不起 你相信我 你病还没好 先坐下来吃饭好不好 舅舅舅 我真的错了 你说得对 谁辜负我 我就对谁不客气 家欣啊 嗯 你们家秦升 罪行事变的居琼薇薇啊 走 她还怎么着怎么着 跟我没关系了 你生气了 我生那么的气啊 说实话啊 我们一开始啊 都觉得你跟你是 有戏 陈姐 你脑子离家出走吧 真没有 没有 我一个风华正茂的妙龄少女 她一个风猪参见老男人 怎么可能合处 那就好 那就好 呦 陈姐 你在跟我这傻徒弟说什么呢 笑得春风门边呢 去去去 别看我玩笑啊 外科有个医生 突然打听家欣 有没有男朋友 是吗 家欣你有男朋友吗 你有男朋友 你没有 她怎么可能有男朋友呢 她要有男朋友 她能天天在我面前溜达 烦都烦死了 你知道吗 娘 行行 既然没啊 那我就去回个话 接着怎么样呀 就看她们年轻人 自己发展了 陈姐 我这傻徒弟的幸福就交给你了 得嘞 小星星 星辟 你没发现最近你徒弟不太正常啊 没事 毕竟是个女朋友嘛 每个月都有那么几天 可她以前不是这样啊 这么快就吃了 这么快就吃了 你不知道这事了吗 我 他也不知道 我告诉你 我今天也要告诉你 我今天要告诉你 我今天要问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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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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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说什么呢 没什么 走 夏导家还出了这样的事 你怎么办 干什么呢你们 没来不及啊 丹宁 听说了吗 什么呀 希望他爸爸好像出事了 就是那个医药公司的王总 怎么了 说是商务贿赂 昨晚上正是被抓了 早 他爸做的事伤天汗里 敲逼得不过分 他爸做的事伤天汗里 什么意思呀 怎么了 一大早炸着 你自己发了什么 你不知道吗 我觉发错了点短信的 你至于吗 你认识我爸吗 你这样发生什么外交 苦肉白的 我是不了解你爸 我也不认识你爸 但我了解法律呀 再说了 我说什么了 你有录音吗 你有证据吗 有证据吗 你家的事我听说了 还好吗 没事 如果有什么 我能帮得上忙的话 尽管跟我说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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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哭的话 现在这哭完了再出去 被人看见会笑话的 九佳年 看看我这样你很开心吧 别把自己想太重要了 我没那个时间 给 记得刚来的时候 你应该也和其他人一样 在背后议论过我爸 那个时候 你也想我这样躲起来哭吗 没有啊 我不会为对我来说 不重要的人哭 但是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了 其实不需要怎么办 只要把自己该做的工作做好了 他们没有权利可以笑你 等两个月过去 他们自然在你身上 找不到可以笑的点了 就会把你的事情忘记了 蒋经姐 谢谢 谢谢你 我没做什么 不需要谢我 我 我可以重新回到你桌里去吗 我 我 我知道我之前 因为我挺有事都做得不好 你能再给我个机会吗 帮帮我 我现在让你回来的话 在别人眼里 只是同情你而已 现在没有任何人可以帮到你 想要重新爬起来 只能靠自己 加油 可以 然后 你才把你的力敬布 怎么可能就能把你帮到你 我都拒绝他 你也很不会 你一定会不是 我 你先过去 我 来 你看 我就知道你还是灰心人 邱佳妮 农夫和蛇的故事 有听说过吗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其实谢笑笑 这个人并不坏 现在她这样什么都没有了 要是我再不拉她一把 她就彻底垮了 每个人都需要一个希望 才能够更好地活下去 不是吗 那你准备怎么拉她呀 不是 有一对玉米相爱了 就是他们决定结婚 然后结婚那天 我一个玉米 找不到另一个玉米了 这个玉米就和身边的爆米花说 看到了我们家玉米的吗 爆米花说 亲爱的 我们家出婚姿了吗 发烧吗 这个你跑不来 你想吗 不是 不是 我就给你抢 你那儿都很爱 对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上车 看什么看 花烧了 脸这么和 你干嘛 动手动脚的 男女友别不懂啊 男女友别 兄弟 我是男的 你也是男的 你看看你自己 有点女人味 哪里没有 从上到下 从前到有 从左到有 哪里都没有 你要干嘛 安全带 我自己来 我 死了 要不要下车离我远点啊 你以为我想明天很近 一大早这么臭的脸 小星星这是跟谁置气呢 孙老师 请进 孙老师 我有个事想跟你商量一下 可能要耽误你其他地方 好啊 请坐 是关于谢笑笑的 我希望她能够重新回到我们的娘妈团队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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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由 理由 你有兴趣听吗 你有兴趣听吗 其实我一开始的时候 真的不喜欢笑笑这样的女孩 她虽然漂亮 但是骄纵跋扈 可是后来 不知不觉的我就被她给吸引了 可能是因为出身的原因 她性格一直很内向 甚至有点压抑 所以笑笑的外向和开朗 就像一盏灯 她让我觉得生活其实可以是五彩斑斓的 所以我们的校园恋爱其实 有点青涩 那也很美好 可是好景不超 她的妈妈找到了我直言的不会地说 我的出身和年纪配不上笑笑的 所以你放弃了你们的爱情 宋老师 你爱她吗 我爱她 我爱她 你说得对 我这些年来其实想了很多很多 我觉得自己好像一直在逃避 这肯定不是一个有担当的男人应该做的 所以是我做的 你能够意识到这些 我为笑笑高兴 好 我同意让她回来 但是有一个条件 她必须进你的组 宋老师 给你一个将功不过的机会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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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我很想看 习惯养成了悠改 城市很轻 划过了花期 换了盛夏凋零 也曾残弱星辰遗憾而易 你擦肩而过 你等了几句的语 真心的枷锁 人泪远起 岁月破坚 孤星里 我却不能抹去 你留下的美丽 你呼啸而过 少不了几段忘影 在人群中穿梭 我无缘不尽 我太忠惊 我爱你 就让你的鼓励 在我的青春属里 你 请你就此 别回头 你留给我的失落 都如此温柔 都如此温柔 我太忠心了